简报是人生最重要的一项技巧 不论在工作上或在生活上 这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在工作中 你需要完成任何任务的时候 你第一个就是要去沟通 然后简报是什么 简报就是一个完整的 有计划的 能达成你目的的沟通 这就是简报 所以简报是需要专业训练 同样的在生活上 你也需要简报 比如说你为什么会跟老婆吵架 为了你要装修一个新房子 然后各自陈述自己的意见 到最后就吵起来 为什么 因为你缺乏一个好的简报 把你的理念 把你的想法 把你想达到的目的 然后很清楚的跟老婆陈述 然后让她能够清楚的了解 你的意象 以及你的美好的这个设计 当你有这样的 这个专业的简报之后 你就会很清楚的 在生活中也会达到你的目的 然后会有一个美满的人生 简报非常重要 各位朋友你好 我是火星爷爷 我猜你应该有听过一句话 就是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 那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我对这句话的理解就是说 如果你想要打造一个像七级浮屠那样的功德 救人一命就是你的杠杆 所以我们做很多事情 我们个人能力是有限的 我们需要杠杆 对我来说我在2014年那个Tay的演讲之前 没有人知道火星爷爷 大家只知道水果奶奶 但那个演讲之后 有320万的人知道的 所以如果你有很棒很棒的概念 我希望你也要有很棒很棒的简报的技术 把这个概念当做杠杆 然后传播给更多的人 那我朋友里面最会做简报的就是谷歌 然后我觉得当我们要学习一门技术的时候 我们应该跟最厉害的人去学 那样会省下你最多的时间 所以我期待你学会简报的技术 然后把你很棒很棒想要分享那个想法 因为这个技术让世界能够听你一次 哈喽大家好 我是谢文献 献哥 在这一次的课程当中 我个人有三个想要推荐的理由 第一个简报是职场最不公平的竞赛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在工作的场合当中 你跟另外一个同事两个人并驾齐驱 但是他的简报往往比你好 而他升迁的机会也比你多 但你会发现你自己也很认真工作啊 为什么总是得不到老板的青睐 第二个我想特别跟大家讲的是 福哥在这个领域是大神级的人物 我跟他合作宪福玉创这89年的时间 我完全了解这个人做事的品质 而且他做事情的态度 他拍这个影片是完全不考虑成本 我一直拉住他告诉他不要花这么多钱 不要用这么大的阵仗 但是他坚持要这样做 这样的品质台湾没有第二人选 第三个我想告诉大家 如果你想演讲跟简报 两个技术同时精进 故事 例子跟亲身经历都非常重要 简报的逻辑跟架构 已经有很多老师都跟各位谈 但我要特别跟各位谈的是 真正的关键是你自己 掌握你自己 让你在台上发光 我想这是我推荐这堂课最重要的理由 我是谢文献 谢哥 欢迎你学习愉快 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 这个改变的机会 就是我去上了王永福老师的简报的技术 让我从一个上台会站立不动的实话人 变成能够口才流利上台讲话的简报者 我觉得每个在专业工作上的人 一定有你的能力 就像我是一个课程总监 简单来讲就是教练的教练 加上想传递的话 你的愿景 我想为孩子留下这一片湛蓝 那有了这两个能力 我们就能让更多人知道吗 我相信答案是一个问号 我觉得这时候就具备什么 必须要有讲话的能力 简报加讲话 能够让你适应在台上的感觉 能够让你的理念 更容易被看见 被听见 人家会知道说 你为什么而努力 你为什么而去打拼 所以有专业能力 加上你的愿景 最重要的是具备了上台讲话的能力 所以如果你想让你说的话 被别人听见 王永福老师的线上简报的技术 我非常推荐你能来参加 很高兴今天来跟大家分享 简报的技术这门课程 那这个课程有三个面向 是我要推荐给大家的地方 第一个 在这个课程里面呢 结合多年的实战经验 把这些实际的案例 全部都放在这个课程里面 不用担心说 我学了这个课程 是不是可以实际用在我的职场上 或者是我的工作上 课程中会有非常多的这些案例 那第二个部分呢 是我觉得最好的地方 就是请到非常多的专业人士 从不同的面向 不管你是简报 或者是上台演讲 或者是职场上所需要的情境 在这个课程里面 都有实际的案例演练给大家 所以你马上学到之后 就可以马上去做运用 那第三个呢 这是我最佩服王永福老师的地方 就是他可以在各行 各业里面的一些专业术语 专业情境 他都可以用简报逻辑 简报技术 来跟大家做分享 马上学 马上就可以使用 你完全不用担心 怎么样去转换你的 这些专业术语 这个课 值得所有职场上 工作上 或者是你上台演讲 上台报告 都是非常需要的一门课程 福哥的简报课是我上过最值得投资的一门课程 那因为我上完福哥的课程以后 后来遇到很多的论坛跟演讲的邀约 都让我在演讲的时候更有架构 时间的掌控也做得更好 也能充分地去表达重点 让更多人能学习到我想表达的内容 那福哥的这个实体课 大概要花一个月的时间 而且是非常辛苦 那听到福哥要开线上的简报的技术的课程 我觉得可以帮助很多没有时间的人 他可以通过线上课 一样学习到这门技术 让他在未来有演讲邀约也好 在公司简报也好 都可以透过有更好的简报技巧 表达专业之事 让更多人认识他的专业 也让他的这个专业可以得到更多的发挥 所以诚挚的推荐大家 可以来上福哥的简报的技术线上课 大家好我是尚宇 跟福哥结缘 是因为我在政大念传播学院的时候 本来以为 所谓的传播是把事情讲得越复杂 越仔细 听众就会听得越明晨 但是在接触福哥的简报课程之后 发现原来并不是这么一回事 只有简单的表达方式 才可以让听众映绕在心底 而我自己本身是念法律的 法律就是有很多很多的条文 所以以前我们在做简报的时候 所谓的简报就是密密麻麻的条文 放在投影机上面 后来才发现 原来这个不叫简报 如果你是一位专业人士 你想要透过简报的方式 来表达你的专业 如果你是一位专业人士 你想要让大家对你的简报 发出哇这样的一个声音 欢迎你来上福哥的简报课 我是一名公安人员 我平常有很多上台做安全卫生教育训练的机会 我每次在上课之前 我都很认真的准备 很认真的上课 底下也很认真的在睡 身为职安人员的我就很痛苦 到底该怎么让这些法规啊 或是公司的安全规定 真的让同仁人打从心里的接受 自从我上了福哥的简报课程之后 有一次当我上完消防的课程 有同仁跟我讲说 诶 永庆啊 还好你有跟我讲这个事情 上次的那个台北KTV大火之后呢 我就检查了我家的消防器材 蒸烟器 秘密武器 讨生通线 真的对我们收获很大哦 当同仁告诉我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非常开心 那从2016年上完简报课程之后呢 到现在也过了七八年 我想跟各位我也分享一个很重要的公式 那个公式就是 专业乘于表达等于价值 这什么意思呢 往往很多人专业很强 但是因为表达弱 然后呢 被埋没 接下来呢 该怎么样 专业强 表达强 被看见 如果你跟我一样 想要透过简报 让老板看见自己的价值 如果你像我一样 想要透过简报 让同仁变得更安全 更健康 如果你像我一样是专业人士 想要透过简报的能力 帮助更多的人 欢迎你参加福哥的简报的技术 其实我一开始去上福哥的简报的技术课 是为了一些个人品牌的演讲 比如说时间管理啦 画世代团队领导 慢慢的我就开始把这样子的技巧 拿回去检视我最常用到的工作简报 然后我就会发现 不管是在哪一个场域 其实技巧跟know how是一样的 所以就有一种一开始见山是山 见山不是山 到最后见山又是山的一个领悟 其实做简报蛮简单的啊 你把powerpoint打开 然后套个模板就开始打字 厉害的简报就不简单了 像是你要怎么研究你的TA 然后你要怎么样去铺陈你简报的架构 你要怎么样呈现数据跟重点 最后你要怎么去勾拉call to action 那这些know how呢 学习之后其实重点来了就是不停的练习 练习之后你又会踏进另外一个坑 另外一个天地 就是时间的掌控 节奏的掌握 气场舞台上的一个展示 eye contact 那这些细节无一不重要 那不管是理论架构 或者是实作的优化 我都是在福哥的简报的技术上学到的 所以对我非常受用 不管是个人品牌或者是工作呈现上 我也诚挚地推荐给大家 每个人每天都在做各种不同的沟通 然后很常会跟不同的对象 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互动 在我的想法里面 我觉得简报也是一种沟通的形式 面对的对象或是说你拥有的设备 它是一种表达的方式 在这个沟通跟表达过程当中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需要练习需要学习的 才能够让这个简报的传递 以及这个影响力可以更好地被发挥 如果对你来说你很害怕简报 或是说对于要怎么讲好一个简报 不知道该怎么开始的 我觉得如果有一个专业的课程 能够引导让你简报的过程当中 可以更容易地去掌握到简报的形式跟要点 那我想就只有一个答案了 一定就是简报的技术这堂课 因为透过福哥的专业 我觉得可以让你非常容易地 掌握到简报的一些要诀 我一直觉得其实简报其实是一种超能力 就是如果你今天有一些想法 或是你有你很在意的事情 想要邀请其他人共同参与 一起来完成 那你一定要更多练习简报的技术 就可以把你所在意的事情传递出去 所以非常诚挚地邀请上这堂课 如果你拥有这个简报力 你就会拥有一个超能力 哈喽大家好 我是居友张靖仁 福哥简报的技术呢 我那个时候是上过实体课程的学院 不夸张地来说 这门课改变了我的一生 怎么说呢 除了在工作上 它可以帮我更有效地沟通之外 之后有了不同的身份的时候 它也帮助我 有效率地传达我的想法 并且让世界知道我的声音 现在很开心 这门课可以用线上的方式给大家了 尤其是对我们这样子的内向者来说 可以不用感受到那个庞大的压力 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福音 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内向者 然后你跟我一样 不管是在工作上 或是个人生活上 非常有需要沟通的地方 非常非常推介你来上这门课 你一定会有收获的 大家好 我是Betty 我从2016年7月 就开始接触福哥简报里的课程 其实这之中 这么多年来改变我最大的是对简报的思维 我一开始的时候很注重的是 自己想要告诉客户什么 但是后来发现更重要的是要去想客户我的TA 到底想要听什么 甚至要考虑我的TA听到什么 会觉得很无聊想要看手机 那么这样的内容一定要经过调整 其实简报的思维它不只影响到我的简报 还包含我后来在做业务行销 比如说公司的目录啊 影片啊 甚至我在公司做网页 写SEO文章的时候 这样子把TA的立场 放在前面的简报思维 影响到我每一个做业务行销的决策 因此我觉得简报思维是 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影响我最大的地方 以前福哥的课程只能有实体 现在也有线上的课程 我真的非常推荐大家 来参与这样子的课程的活动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改变简报思维 改变业务的人生 每一次简报都可以进步一点点 大家好 我是朱伟明医师 我本身是一个家医科医师 也是一个老年医学跟安宁缓和的专科医师 今天我想要非常诚心的推荐 王永福福哥的简报的技术 这门线上课程 为什么呢 因为在2016年的年初 我自己去上了福哥的简报课程 那个课程可以说是改变我一生的起点 上完课程之后呢 我不仅上了TEDX台北 同时也去各大专院校去做一个演讲 包含了很多跟老年医学相关的演讲 跟安宁缓和的演讲 都是使用福哥的简报课程里面提到的技巧跟技术 以及简报设计的一个理念 去完成这些演讲 更重要的是 学会这一套的简报的技术 可以帮助我去很好的去传达 我想要传达的一个观念 给我的一个病人或者是一个家属 或专业人员跟工作人员 那我觉得在这个时代里面 每一个医疗人员或者是每一个专业人员 其实他都是一个沟通者 我们常常要做非常多的一个沟通 那跟自己的亲人沟通 跟自己的病人沟通 跟自己的工作的伙伴沟通 跟自己的对象沟通 或者是跟社会大众沟通 要做非常多的沟通 那简报呢 就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沟通的工具 所以拥有简报的能力 我觉得是在这个非常快速的社会里面 非常重要的工具 那也是一个大家所必须具备的能力 所以呢 今天非常开心 福哥愿意把这一门技术呢 用线上课程的方式传达出来 所以非常的推荐福哥的简报的技术